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终于分享年度护肤品了 今天我研选了十样 在2023年遇到的 用了之后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或者是它在那个category 打败了原本在我心目中的第一位 是哪十样东西上榜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就不要错过了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分享之前说一下我的肤质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是30宗的衣衣 然后完全不会出油 是超级无敌干燥 之后容易敏感 以及容易出眼纹 有黑眼圈、眼袋的问题 大致上大家可以近视我的肤方 言归正传第一件事 是关于洗面 在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沉沉眉眉了很久 一个好用的洗面产品 真的开了很多 有些是清洁力太强 用缘慢慢紧 有些又太温和 洗完面好像没有洗 直至我遇上了它 它是Citaphil的益生源锁水 水潔肤乳 我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半价 还有少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质地 是偏向lotion状的 是你推开会觉得 这个是敏感机用到的 一种感觉 是很温和的 然后它是可以加水起泡 我用了一次之后 第二天 果断再在半价的时候 买多了三支去团货 所以这一支 我已经用完了 已经在用一支新的了 然后它洗面的时候 你真的会感觉到它温和得来 有对的清洁力 你是洗得干净 不会慢慢紧 加上它半价之后 是六十多元 我真的想不到 比它性价比更高 有这样的感受的洗面 如果我只是擦防晒 没有化任何妆 我会干手干面去捉它 然后再加水去洗泡 是真的可以干净的 它也有写说 可以去射妆 但是如果我化完整副武装 这样全妆 我不会用它去抹 因为我都觉得它偏向比较温和 然后没有任何的味道 用起来是干净 温和 又安心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下一个也是清洁类的 它是Albion的 瓦斯瓶白 溶眼矿物型亮面膜 这个是我意料之外 这么好用 它是做到一个去角质的效果 然后质地是极到无敌 像一个汤圆里面的芝麻 是一个黑色洁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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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 在洗面前我会整块面大约敷这个厚度 然后你沖水的时候你再揉它 是完全不会有那种磨砂的任何磨皮感 很温和 这样去到你面上一些老肺的角质 然后你洗干净 皮肤柔软了 它有香味的 香味是很舒服的花香 完全不会廉价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它是正白了 而且是滑了 没有那么粗糙的感觉 是即时的 我什么时间会用呢 就是如果我那一阵 可能做完一些高能量的肌肉 不可以用酸 不用得去角质化妆水 一个星期不用 我总是凝固自己的皮肤角质层很厚 我就会在洗面前用它一次 去到第三样东西 都是关于清洁事件 我真的很喜欢所有关于清洁的产品 我觉得皮肤最重要就是要干净 你一定要底部干净 你之后吸的任何肌肉 才会淋尼尽致索 所以我是很坚持一定要卸妆 一定要洗面 这个就是Pretty5的 叫做富士山溶癌深层静基泥膜 这个泥膜颠覆了我这么久以来 真的三十多年人 用泥膜的一个印象 它可以做到质地 是很像一个保湿面膜 完全看不到任何泥膜 例如我这些干肌 你会看到很快便会扯干 会变成一些硬了的泥膜 这个不会的 它的清洁力 真的没有很阻碍皮肤那种 会干真真那种强劲的 但是以一个干肌来说 可能你每个星期 每两个星期你用一次 它完全不会斜干皮肤 你可以敷二十分钟 你都会看到它是这么滑 我觉得它真的很神奇 今年我试了很多Pretty5的产品 基本上它可以入了我2023年最惊喜品牌 因为很多的产品我都觉得很好用 它们的精华水 超级无敌飲饱水的保湿 然后它们的美白精华 是温和得来做到美白 保湿精华也是做到很好的保湿 但是其他 这么多样产品里面 令到我最哇 就真的是这个泥膜了 好了到下一个部分 除了清洁之外 另一样我很关心就是眼的保养 应该不意外的了 是它了 Current Body的Skin LED Eye Perfector 推介过很多次了 让我看到一条眼纹完全消失了 不见了 真的很厉害 不是一些几十年的眼纹 我是一些新出的眼纹 用它是可以令到它没有了 真的不费吹灰之力 是搞得到 我真的觉得它很厉害 甚至有朋友是说 我用了它那一段时间 眼袋是平伏了一点的 但是我自己是不觉得的 是身边的朋友跟我说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它的用法又很简单 就这样开了它 然后呢 就是临睡之前 我就会放在这里 三分钟 什么都不用做 三分钟而已 它是可以不需要配合任何的眼霜 眼霜 眼部精华 但是呢 我因为用完它觉得 那些眼霜眼部精华 是吸收得更加好 那就看自己的时间 有时我是洗完面 照了它才用眼霜 有时我是真的 塗完所有的皮肤 才去用它 总之两个方法 我都觉得差不多 也都有两个问题 关于它 是超级多人问的 第一 照面那个 可不可以照上眼的呢 其实你在照面的时候 眼是照到的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眼纹的改善 面那个是不太看到的 反而用眼的一个 因为波长的不同 所以你想针对眼的问题 就用这个 想针对面的问题 就用面那个 是分开的我自己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它可不可以改善黑眼圈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黑眼圈呢 真的睡多些 或者呢 就是下一个 那么多年呢 真的没有什么产品 我可以是 大家DM我呢 都知道的了 我回答你 都是睡早点 然后睡多点 但是有一个产品呢 是真的看到 对于黑眼圈有帮助呢 是急救用到 就是MTM的眼膜 那它呢 是连续敷三四五天 你会明显见到 黑眼圈是 好了很多 但是 但是你不敷 它会回来的 是的 它不是一个 帮你完全去搞定 消灭黑眼圈 纯粹是你 真的在未来 可能下个星期 有样东西 要令到状态非常之好 不想要黑眼圈的话 这个MTM的眼膜 它是highlight 但是我觉得它两个都好 只要你是 弄回 它有一个的眼部精华 是的 我都不舍得用完 还差一点 那你就可以 真的在几天之间 将黑眼圈 是减了一半以上的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它需要这个价钱 因为很多的眼霜 眼精华都做不到的东西 它是做到的 纯粹是比较预算 如果你有的话 真的去买一套 它是超级的 再来下一个 就到面膜了 说真的 比它保湿的有 比它滋润的有 比它更加美白的都有 但是 对比了这么多的平均值 价钱 保湿度 然后修复度 静白度 我觉得这个加丹尼伊Q10正白修复面膜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很印象 我没有想过 它去年复刻了Q10的面膜 是可以一声地位 是升上去 是高过其他的面膜 因为 积雪草是做到一个不错的舒缓 然后 龙胆叶是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湿 但是这个就是 我想不到今天想敷什么的时候 什么效果都好 总之有东西看到就可以了 这样的时候我用它 它真的会给到一个 我想要的东西 日头用也可以 它又不会和一些底妆 肌肉打架 晚上用 我又觉得它刚刚好的 如果你说今年 你叫我选个超级保湿 其他Click Color 超级美白的面膜 我都有的 不过我严选十样 所以没办法 就选了它 然后 下一个就是选择困难症 我真的选不了 是防晒 这两个我挣扎了极度内 我是非了很多其他的产品 都要硬 放两个防晒 选不了其中一个 这个是DOTTER WU的全日保湿防晒乳 没有了 只有这里了 它推开 是好像在推水 看不见到 那种 的 的 然后 没有任何负担 是很舒服的存在 我在没有化妆的时间 有八成都是用它 因为 它在面上 就好像 塗了些水分精华 连面霜 也不是 它没有那种 任何粒 焗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 然后 另一个 的防晒 就是Serenia 的MUNI 这个 除了包装之外 我真的不喜欢 这个 这么硬 这些 很方便 又很轻 这个 它不重的 但是 但是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防晒 我会在化妆的日子用它 因为 它是有少少 调色 但是又不会太过浮夸 它推开的时候 不会太白的 你看到一推 整只手会静白了 但是 是一种 肤色有气色的调色 而不是那种死白 然后 你皮肤摸下去 是 比较滑 纹理腐瓶座 你之后上底妆 我会觉得 它是更加贴服的 这个 质地 真的很好 它比较了 我觉得很多 尊贵品牌的防晒 但是 它的价钱 如果没有做任何优惠 都偏向尊贵的 但是 如果它做优惠 团购的时候 真的很划算 我见过 是大约200元左右 是超级值得入手的 真的 我今年用了很多 不同的防晒 因为这个 已经完全吸收了 它是承磨的 但是 又不会说上面有一层 扒住你皮肤的膜 是很舒服 皮肤是两个都 似色透气的 所以 这两个的防晒 一个就是素颜用 一个就是化妆的时候用 一个就是化妆的时候用 是 选不了的 然后下一个 这个牌子 我会说它是宝藏好物 因为 很少听人分享的 就是 Melfita的一个唇膜 名叫做有机三重蜂蜜急救箱 咦? 它不是唇膜 但是 我真的一路都当它是唇膜 它那个质地 是有少少像蜂蜜的 它的介绍是有说的 即时急救唇膜 但是 我用它的话 我就会当是 一个晚间的唇膜 看到吗? 它有些像是 凡士林的质地 但是它没有凡士林的那种 很烤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很光泽的 真的会比较上 是实用型的 然后 是深层滋养的那种感觉 除了做唇膜之外 它是可以 塗一些的面 你脱皮的时候 你可以敷着它 或者是手肘 然后 脚上有些蛇皮 我都会用到它 是不是蜂蜜味呢? 我不知道 不是蜜糖味的 但是 是一个很天然的味道 嗯 对了 所以 如果大家 是想找一个 不像 美女HR 或者 之前我有介绍过 Mood的那种 或者是Toucher 那种 比较亮亮的唇膜的话 你想要一个 是深层滋养 不是封住嘴那种的话 我觉得 大家可以试试 好了 去到 应该是十样的 最后一样 就是小星层 今年我用了它们 不是今年 即是2023年 我用了它们 很多产品 有好用的 有不好用的 有喜欢的 有不喜欢的 但是没有想过 最后 入了这个 是它 这个 不是他们的 是一个 暗瘡膏 没错 我是一个 不生暗瘡膏 但是一生 我就会 无所不用其極 去试不同的产品 看看哪一个 我的暗瘡膏 对我来说是很有效 因为很多 塗完是寂寞 但是 这个 我看它叫什么名字 叫做 王牌消炎急救箱 这个质地 是不太稠的 比起一些 暗瘡膏 它算是 比较容易推的 比起 Lotion 它更薄 然后 是 很凉 我就这样推开 你想想下面 我塗了这么多东西 我现在推开 它也是很凉的 我的用法 我很懒 我就这样 在暗瘡上 这样 塗一堆 然后 敷它一晚 我的暗瘡 如果它是在起的 大粒 那些 它会立即捕到 一个笼 第二天 我就会 折掉它 我是很喜欢折暗瘡的人 所以 这东西对我来说 是非常之好的 然后 如果有些暗瘡 它是小小的 然后 不是那种 不停爆发的那种 它是可以 烧掉它 所以 我真的觉得 很惊喜 这个暗瘡膏 我用了很多款 真的 你 塗完 敷完第二天 又是这样 敷了两天 你都不知道是暗瘡膏有用 还是暗瘡自己熟了 但是这个 真的试了这么多次 都是 有暗瘡 开始起的时候 知道它 要是第二天 有劳 要是它平了 没有其他的 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暗瘡膏 可以打入到我的年度 最喜欢护肤品的头十位 可想言之 我觉得它挺神奇 真的 这十样东西 我今年精挑细选出来 是很喜欢 很意外 而且 你会知道有些 会比起我以前 有介绍过的产品 这个是完美的 打回自己 它不是最好的 原来 是有更好的 当然 亦都有些产品 未必是我喜欢 你一定喜欢的 你又会发现 为什么没有细腻 没有精华 没有面霜 是因为今年我真的用了很多 都很好用 但是没有一个 是令我觉得 它差很远 它是高分到 跟其他 比较高分到 是 全部都很平均的 好用 所以 我就真的 在这几个 类型中 有禁止到 有一个 超级的 沧海维珠 是在年尾 的时候 遇到 就是Cisley的 全能乳液 哇 这个也是 我觉得很好用 这个分量 你会看到 它开始流下来 流动性很强 延展性 可以去到手肘 整个手臂 它都遇到 它是做到一个很轻的 質感 但是一个 很好的滋润感 日常用也可以 晚上用你又觉得 滋润度是足够的 它又不会太黏 但是又有感觉 我觉得 它的性价比 它的 预算 可能要放高一点 如果我给 这个价钱 我都预估它是好的 它比我预估 是更加好 是真的 但是 要入十大 的话 前面实在太多的竞争者 但是 这个真的很好用 好了 那就真的 在这里完 希望大家都 喜欢看我 今年 跟大家分享的 精选十大 年度最爱 2023年的护肤品 还有身体用品 头发用品 头发用品 我都很想去分享 但是蝙蝠有限 选十样的话 好像在那个category很难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能我会在IG分享 头发用品 我都觉得有些很值得去说 希望你们看完之后 可以得到一个参考的价值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